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共鸣空气柱的实验 那这里题目说 共鸣管的长度是120公分 那利用两个音叉 甲音叉和乙音叉 甲音叉频率是400赫兹 乙音叉频率是未知 那使空气柱增加 也就是使水面下降 那测这个发生共鸣的时候 空气柱的长度 那基本上呢就像这样的图 这样的图 那甲音叉三次共鸣的 空气柱长度有画出来 有记录 乙音叉也有 他要问的是声音的速度 还有乙音叉的频率 还有乙音叉 还可以找到的共鸣点 有几个 那么如果想要知道声音的速度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V的Fλ 那我们就需要知道Lambda和F 那F已经知道了 是400赫兹 那我们只要知道波长Lambda 就可以知道声音的速度 那波长就可以从 共鸣 共鸣的位置 也就是节点来判断 因为在我们前面的影片有提到 共鸣发生共鸣的时候 就是外界的频率 刚好对应到驻波频率 刚好对应到空气柱的驻波频率 所以这时候呢 结点和结点之间就是 二分之Lambda 结点和结点之间是二分之Lambda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 第一次共鸣的位置跟第二次共鸣的位置 他 应该说第一次共鸣的空气柱长度 跟第二次共鸣的空气柱长度 也是差了42公分 然后第二次共鸣的空气柱长度 跟第三次共鸣的空气柱长度 也是差了42公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原来 二分之Lambda就是42公分 也就是 0.42公尺 因为我们的 声音的速度是每秒几公尺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Lambda其实就是0.84 0.84 然后 频率是400 20 所以这样乘起来 84、32、40、16 就会是336 这就是第一小题 那再来第二小题的话 已经差频率未知 但是我们一样 可以透过 波长和波数 去求出你的频率 我们只要知道波数和波长 就可以求频率了 那波数 声音的速度在第一小题算出来了 那波长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节点到节点的距离 是二分之Lambda 那 乙的数据呢 第一次共鸣跟第二次共鸣 差了28公分 所以 它的 半波长 节点到节点的 长度就是 二分之Lambda 就是0.28 我们写在这里 0.28公分 所以 所以 它的波长是0.56公分 所以 我们这里就写 声音的速度 336 会等于0.56 去乘上频率 所以F1 就会是 336除上0.56 6 5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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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如果再继续往下 水面再继续降低 空气数再变更长 再加28的时候 会来到126 126已经比120大了 所以就不可能 有这么长的空气柱 所以这个126就不行 所以只有96 还可以在空气柱长度96的时候 找到一个共鸣点 好所以答案这里就是1 好谢谢